今天這個題目我們都純粹想證明一件事 至於要證明什麼事,最後會開估 很多人都說林鄭月娥是CY2.0 原先其實不是,原先是葉劉淑儀 我還記得泛民開記者會,好像楊岳橋說的 走了689小心有葉劉,大家又把梁振英的數碼 說她是雷板689,後來很快的人就把框套進去林鄭月娥那裏 其實2.0這件事我們都說過,我們就說是豬狼2.0 如果你用豬狼2.0的框架套進去現在的選情 看回2012年1月底的情況 曾俊華的情況是更加像梁振英 2012年1月底,2017年1月底的曾俊華 跟2012年梁振英的情況同時要面對的處境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民望相對較高 以及在打逆境波 那時是唐英年坐定粒6 當時未爆唐公出來 現在林鄭又坐定粒6 所以在這個角度,其實梁振英在5年前1月底遇到的警方 跟曾俊華這一刻,2017年1月底遇到的警方 其實反而是對焦的 你看回當年,梁振英在玩炒菜 跟肥媽煮食,做很多親民事 有些明星去撐牆 又關心淘大 其實梁振英也有落過蔡元村 曾俊華又吃豆腐,化妝飯 又落心水寶 有心美,又拍片去支持他 你的意思就是心美就是肥媽2.0 那是明星的 如果你有框架 所以其實心美就變成肥媽2.0 現在是不是曾俊華更加像CY2.0 如果是一個選戰的角度 這一刻是的 選情裡面佔上風的就是林鄭 如果這樣你還是覺得不是的話 我再說一件事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更重要的是 其實現在曾俊華不夠提名入閘的警方 是跟五年前一月底梁振英是很相似的 當時我不是說身形或狀態 胡國興在我們拍這條片的時候 剛剛說他會拿民主派的票 所以他應該夠提名入閘 胡國興說的話就有點像何俊仁 何俊仁有民主派的票 何俊仁有民主派的票 所以其實胡國興呢 我再說一次我不是說身形 就是有點像何俊仁2.0 就是胡國興就變成何俊仁2.0 反而如果你看回林鄭月娥就像當時唐英年的情況 就夠了提名票入閘 應該會拿很多提名票 曾俊華會不惜一切去拿夠提名 150個就入閘 這樣會有什麼危險呢 那個危險就是 梁振英當時的政綱為了要取緣很多不同的組別 而湊夠150個提名入閘 是作出了很多政治承諾 或者叫做政治承諾 開了很多支票 那現在今時今日他有很多東西 都未落實到 未對緣到 甚至乎進去的時候就說我盡力和你做 但未必做得到 是 答應就答應你先 做就做不到 反而坐定粒陸的唐英年 當時就因為覺得自己真的會做 相對沒有那麼多成績 就不是很夠膽說 因為真的要做 現在你如果反過來看 會不會曾俊華為了選舉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又要這樣說 不只是曾俊華的問題 答應了他先 寫著一張支票先 到時你掌權 那幫選委是影響不了你的 因為選委只是3月26日那天做事而已 原則上 除非留選他要再來 是不是 但是選委會 你答應了他這麼多 他上了台 你咬他吃 他未必五年後再選 也未必五年後再選 五年才算 這個才是現在最需要留意的情況 就是究竟曾俊華會不會開了很多空投資票 而都是這樣做 當然其實也有很多說法 也有人說曾俊華是曾蔭權2.0 我們都要在這個節目上 說清楚 為何是曾蔭權2.0 那不蓋樓那些 真的出了命 那些人就說無謂二致 和不蓋樓 是一脈相性的 曾蔭權不蓋樓 大家不要經常說動交易公園 弄壞他才行 弄好都行 但是交易公園是從來拿不到錢的 從來拿不到錢的 直至現在誰是財政司司長 陳柳波 這樣就有機會拿到錢 所以施政報告才寫下去 一離開的位置就有一段新的 是啦 這樣就有一段新的 所以其實 財爺的優養生息 其實早已經是露了端藝 因為他曾蔭權年代已經是不做事的 是不是借我都不知道 但是不批錢 不做事 不蓋樓 不搞家的公園 其實是在曾蔭華做財爺 這段時間就出來了 所以有人說 他是曾蔭權2.0 是吧 換句話來說 我們開估最後是什麼呢 就是 麻煩大家 不要那麼愚蠢 繼續跌入去這個2.0圈套 所有人都可以是所有人的2.0 看你是否有什麼框架套下去 反過來 所有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 所有人都不是任何人的2.0 對不對 是 所以我覺得2.0是靈異事件 2002 你覺得是靈異事件 你硬是覺得他相似 他就上了身 你覺得他是誰的2.0 這個說不通 我覺得是 所以 你看 還有現在曾蔭華打的那個牌 好像說 好像我們每人有一票去投他 我希望大家支持他 其實我們沒有票 所以這個都是造勢 所以在這裏都跟大家說 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會跌入那個圈套 都是會看 但實際上 你又沒有票 其實現在純粹大家都在 在這裏 發生八八掛掛掛 我們只是希望你做一個聰明的香港人 這就是解困新聞學的目的 千萬不要破而不立 你堆壞了那個參選人 或者推倒了一個選項 那又怎樣呢 最重要是你支持哪個選項才重要 我們不是說你不喜歡林鄭月娥 不喜歡曾俊華 不喜歡胡國興 不喜歡葉劉 不喜歡胡世全 是最好胡世全 沒有那麼多人理會他 其實選舉應該是關於 我認為誰做到什麼事 我喜歡誰 我認同誰 我贊成誰 應該是一個正面論述的選舉 不是一個負面論述的選舉 而2.0是絕對是一個負面的選舉 為什麼 你又說那個人是誰的儀勢 是誰的轉身 這個是絕對絕對不是我們 解困新聞學的精神